见到第一仙第3302章 星红雷山天地间 苏毅身影如若一缕流光般飞略 身后有修道者跟踪 并且不止一波人 但苏毅并不在意 他在私存下一步要去何处试炼 以我的修为 本该前往第七重天闯荡 那里的试炼之地 能够让道祖魔炼修为 自然也适合我 苏毅暗道 第一到第三重天 绝大多数试炼之地 只适合永恒道徒上的修道者 第四到第六重天 则适合道真境 原始境的道主进行试炼 对苏毅而言 他已能凭自身道横和道祖掰手腕 自然瞧不上寻常的试炼之地 哪怕去了 也是浪费时间 得不偿失 不过 有一些特殊的试炼之地 则让苏毅颇为心动 比如 位于第三重天的争鸣之台 据说登上那座神异的道台后 能够和曾在道台上留下印记的 同镜之强者对决 甚至 若是抓住契机 还能有机会去和混沌纪元最初的同镜人物 一较高低 并且 只要在争鸣之台上留下印记 就能得到一桩神异无比的造化 再比如 位于第六重天的试炼之地 炼到清明 同样藏有大旋机 大造化 不容错过 这些 仅仅只是试炼之地 在第一到第七重天之间 还有其他一些同样很独特的密地和机缘之地 每一个都让人心向往之 最终 苏毅做出决定 必去争鸣之台和练到清明这两个地方 除此 在赶路的途中 若顺路 能经过一些特殊的密地 就去走一走 若没有 就直接忽略 来一次元界不容易 且只有49天 苏毅要做的 就是尽可能地利用好每一分时间 至于以后 若有闲暇了 再来慢慢探寻元界的秘密 也不迟 还有这祖灵碎片 虽然灵性近乎消散 但依旧远不是一般的宝物 可比 苏毅一边飞掠 一边私存 找个机会 倒是可以试试 能否配合其他神料 练一把衬手的配剑 前来元界 无法携带外物 但在元界 则可以搜集神料来练制道兵 甚至还有许多商行 也在多受道兵 而作为剑修 手中岂能无剑 朋友 还请留步 一群修道者 风驰电掣般 呼啸而来 气势汹汹 有事 苏毅当即止步 笑着看向那些修道者 你怎么不逃了 一个修道者惊诧 没想到苏毅这么听话 说 让他留步 竟然真的停下来了 他逃得了吗 有人冷笑 眼神玩味 而这群修道者最前方 一个紫袍中年 摆了摆手 你们懂什么 这位朋友 叫石石物 说着 紫袍中年笑着 朝苏毅 作一见礼 我等来自命运 天狱 临摹到庭 还不等说完 苏毅笑着打断道 不必介绍 你们想让我交出 捕捞云水时的密法 对吧 紫袍中年一正 认真道 朋友快人快语 那我等就不藏着掖着了 只要朋友愿意交出密法 我等可以护送朋友 安全抵达当归程 苏毅没有回答 而是把目光望向远处 笑道 你们看 还有很多人和你们一样 都要来抢密法 你们若再不抓紧时间动手 可就晚了 紫袍中年皱眉 这家伙完全不按套路出牌啊 不过 苏毅所言 也正是紫袍中年心中最担忧的 狼多肉少 一旦有其他竞争者参与进来 势必会引发一场大混战 到那时 还不见得谁能吃上肉 可苏毅那一反常态的从容反应 却让紫袍中年心中犯嘀咕 有些拿捏不准 再不动手 我可走了 苏毅善意地提醒了一句 杀人夺宝 讲究的就是果断狠辣 杀伐无忌 岂能婆婆妈妈 紫袍中年等人都有些猛 这家伙究竟是疯了 还是丧心病狂 竟还教他们该如何杀人夺宝 不开窍 真是无趣 苏毅摇了摇头 转身就走 紫袍中年恼羞成怒 可最终 他还是忍住 没有追击 师叔 为何不追 有人愤怒 您没看到那家伙 有多嚣张吗 完全不把我们当回事 紫袍中年 啪的一巴掌 打在那人脑后勺 骂道 你懂个球 没摸清楚情况就动手 闲活得不耐烦了 说着 他一扫其他人 训斥道 宗门在你们每个人身上 都耗费了一颗混元钱 你们的法体被毁了不要紧 可损失的混元钱 你们赔得起吗 众人顿时静若寒蝉 交谈时 早有许多来自其他势力的修道者 呼啸而来 朝苏毅离开的方向追去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我们跟在后边 紫袍中年眸光闪烁 道 能吃到肉最好 吃不到肉 也可以抽身而退 总比亲自去冒险要强 众人纷纷点头 可还是有人不解 师叔 他只一个人而已 你也说了 那人的道行在天命境层次 以您的实力 杀他不和捏死一只蚂蚁一样轻松 紫袍中年 气得一巴掌打在那人脑门上 猪脑子 你见过 敢于孤身一人闯荡元界的人 明面上 那人是天命境 可万一他是在伴猪吃虎怎么办 还有 一个能随便就获得云水时的角色 并且还不忌惮被他人看到 这样的底气 岂是寻常之辈能有的 紫袍中年 恨铁不成钢般说道 修行之道 的确讲一个勇猛精进 杀法果断 可连敌人的底气都没摸清楚 就轻率出手 和自寻死路有什么区别 一番话 让众人这才明白 紫袍中年心中的顾虑 一个个都恍然过来 江湖越老 胆子越小 在这元界最不缺的 就是阴沟里翻船的事情 紫袍中年长吐一口气 难难道 有些诱惑 宁可错过 也不能沾 说话时 他已带着众人开始赶路 他想印证一下 自己的顾虑究竟是对是错 一片雷电交织的大山 出现在远处 天穹上 星红的雷云 像在燃烧融化般 洒落一大片一大片的血色雷电 砸落在那片大山中 变化作滚滚血色雾矮 雾矮中 则有有血色雷芒电弧 在流窜 还未靠近 一股惊人的毁灭气息 就以扑面而来 星红雷山 紫袍中年心中一震 这是元界第一重天中最危险的区域之一 山中分布着的星红雷钢 能轻松毁掉永恒境强者的性命 便是承祖路上的道真境存在前往 也会遭受极大的威胁 紫袍中年注意到 在星红雷山附近 有着许多身影停顿在那 没人敢闯入山中 那些人 赫然正是之前追杀苏裔的一批修道者 看来 那家伙逃进了星红雷山 虽然无比危险 可不得不说 的确是一个摆脱追杀的好办法 紫袍中年暗道 你们留在此地等着 我去看看 略意私存 紫袍中年做出决断 一住乡内 倘若我没有返回 意味着我的法体已被毁掉 你们务必第一时间撤离 重返当归城避一避风头 说吧 紫袍中年孤身一人 略向星红雷山 他是道真境道主 道也无惧星红雷山中分布的危险 轰隆 山中星红雾矮汹涌 雷芒电弧流窜 天穹上燃烧的雷云 像倒旋在那的溶江雷海 永无休止地倾洒着耀眼夺目的雷霆洪流 山中到处是被雷霆轰击熔炼的痕迹 千疮百孔 行走其中 就像行走在雷霆暴雨之中 还有汹涌的雷芒闪电 在雾矮中流窜 极端圣人 紫袍中年很小心 祭出一把青铜尺 一路有惊无险地 避开多次杀身之祸 随着往深处行去 紫袍中年心中却有些不安 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追杀那家伙的道主 不在少数 可为何直至此刻 都没见到一个 紫袍中年皱眉 甚至 这一路上都未曾发现 任何战斗的痕迹 一路走来 紫袍中年不禁怀疑 整座星红雷山中 会否就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 轰隆 一道星红如光柱般的雷霆 从天而降 轰击在远处群峰之间 掀起漫天的雷芒电弧 隐约间 紫袍中年似乎听到一道 若有若无的惨叫声 这让他心中一颤 神色愈发凝重 当即停下脚步 不行 必须尽快撤离 紫袍中年察觉到 这星红雷山中的情况 太古怪和反常 让他这等到真净存在 都感到强烈的不安 故而 他毫不犹豫就退了 留得青山在 不愁没柴烧 原界的造化和机缘 何其之多 根本没必要在一棵树上死掉着 可就在此时 一道笑声冷不丁地响起 既然来了 为何又要离开呢 紫袍中年眼皮一跳 根本不做他想 转身就走 速度奇快 同时 他额头直冒冷汗 因为他听出 之前那声音正是来自苏毅 对方没事 并且早已察觉到了自己 这让紫袍中年如何不惊 轰隆 雷电蒸腾 雾矮翻涌 紫袍中年才刚逃走片刻 就猛地顿足 不对 这座被笼罩在血色雷霆中的大山 发生了一天换地的变化 已根本找不到出路 紫袍中年 脸色大变 打破脑袋都没想到 星红雷山还存在有这种诡异的变化 只要进入山中 就等于置身在一座时时刻刻 在变化方位的迷宫之中 第3303章单手垂沙 皮肤汗术 一下子紫袍中年脸色在变 一时被困 倒也不算什么 怕的是 在这星红雷山中 还有其他危险 刚想到这 紫袍中年眼眸猛地睁大 震惊发现 远处一片被星红雷电覆盖的区域 盘膝坐着一个人 那人一袭长衣 貌不惊人 赫然是那个神秘年轻人 他旁若无人地坐在那 正在清点宝物 在他身前 堆积着一大片五花八门的宝物 形形色色 琳琅满目 有道兵 道药 神料 秘符等等 紫袍中年心中一紧 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念头 难道那些宝物 都是此人的战利品 若如此 岂不是意味着 之前追杀他的那些修道者 都已经被杀了 当想到这 紫袍中年都不由道西一口凉气 看向苏毅的眼神 都发生变化 这家伙 绝对是个半猪吃虎的狠茶子 为何不逃了 正在清点战利品的苏毅 头也不太问道 正如紫袍中年所推测那般 在逃进这新红雷山后 苏毅就展开了反击 直接下狠手 一举杀掉十数个到真境道主的法体 也因此收获了一批战利品 不过 战利品看似众多 真正能被苏毅看中的 却只有一小撮而已 在阁下面前 怕已没有我逃走的机会 既如此 也已没必要再逃了 紫袍中年叹了一声 他已做好法体 被灭的准备反倒变得从容许多 苏毅笑了笑 拿出酒壶喝了一口 这一壶酒也是战利品 不得不说滋味还挺独特 能否帮我一个忙 苏毅抬头看向紫袍中年 紫袍中年一正 阁下不杀我 苏毅道 你有贼心没贼胆 又未曾做过什么 为何要杀你 听到苏毅的评价 紫袍中年并不恼怒 反倒暗自庆幸 之前不曾动手做过什么 紫袍中年问道 不知阁下想让我帮什么 他已做好准备 若对方提出的要求太过分 宁可拼着法体 被毁 也断不会妥协 苏毅长身起 袖袍一挥 那地上一堆宝物掠起 落在紫袍中年面前 若是可以 烦老把这些宝物 拿去当归城卖了 苏毅随口道 统统买成美酒便可 紫袍中年顿时愣住 就这 未免也太容易了吧 苏毅笑道 怎么 你担心萧赃时 被牵累 紫袍中年连忙摇头 在原界的交易 大多都沾着血腥 大家都心知肚明 根本谈不上销赃 也根本不必担心 是否会被牵累 玄吉 他苦笑道 我只是没想到 阁下会提出 这样一个请求 他的确很难理解 无法想象 对方为何会这样做 苏毅没有解释什么 那些宝物 他用不上 也无法带出原界 还不如兑换成美酒 苏毅只说道 阁下买了酒之后 交给一个名叫 皮文山的商人 保管便可 紫袍中年 这才终于确信 苏毅并非开玩笑 当即道 这件事 我自可以答应 只是 阁下就不担心 我出而反而 苏毅反问道 像你这等老江湖 会干这种事情吗 紫袍中年一愣 玄机默默点头 明白了 说着 他已收起那些宝物 苏毅笑着一直远处 从这里走 便可离开这新红雷山 记住 必须在半壳中内做到 否则 此地将再次发生 移天换地的变化 紫袍中年心中一震 愈发确信 那貌不起眼的年轻人 极可能是一位 深藏不露的恐怖存在 否则 岂可能轻而易举 为自己指出一条生路 不过 临走前 紫袍中年 还是鼓足勇气 道 晚辈顾清雨 来自临摹道庭 敢问前辈尊姓大名 苏毅想了想 道 很快你自己就会知道的 自称顾清雨的紫袍 中年一震 但并未多想 匆匆而去 苏毅则副手立于原地 陷入沉思 片刻后 他呼的开口 既然都已识破我的身份 为何却只藏匿在暗中 不敢出来一见 声音在那天地间的 雷霆轰鸣声中响起 却清清楚楚地扩散开 很快 一阵声音响起 苏毅 真的是你 看来 我们并未猜错 伴随声音 就见远处一座山峰附近 出现一群修道者身影 足有十多人 为首的 赫然是刘吴天 卢桑 博云军等人 他们身后跟着的 则是各自的同门 之前 尔等为何不出手 都已踏上成祖之路 为何胆破却变小了 苏毅拎着酒壶 看着那些曾经的手下败将 心中也难免有点感慨 当年在天命之争中 他只是无量尽修为 而对方是天命尽修为 如今在见识 他们彼此 修为境界 已处于同一境界 时过境迁 人已不同 不过对苏毅而言 这些手下败将 已不配再称得上对手二字 胆破小不小 不是你说了算 刘吴天眼神冷立 反倒是你苏毅 若真有胆破 为何在抵达命河起源后 却龟缩了起来 苏毅笑道 我这不就出现在你们面前了 可看起来 你们已没有底气 再和我一战 说着 他微微摇头 自语道 罢了 再和你们这些小辈计较 只会显得我苏某人的大到太小 而后 在一众错愕目光注视下 苏毅转身走了 这 刘吴天 卢桑 博云军等人都是一阵 站住 莫爹 刘吴天抱贺 杀鸡抱勇 苏毅 你说谁是小辈 苏毅头也不回道 在我眼中 你们各自的祖师才有资格和我一战 说你们是小辈 合错之友 他挥了挥手 莫要再自取其辱 回去吧 告诉你们各自的道统 安排一些道组前来援剑 我必奉陪到底 刘吴天 卢桑 博云军等人 脸色都很难看 打破脑袋都没想到 如今的苏毅 竟把他们看得如此之低微 这种轻蔑和无视的态度 根本就不掩饰 刘吴天 你之前可亲口说过 若遇到苏毅 可单手将其垂杀 莫地 博云军道 如今见面 若因为忌惮而退缩 心境必出问题 刘吴天脸色微变 他的确说过这种话 博云军再次开口 卢桑 你也曾说 若遇到苏毅 让他体会一下 皮肤汗术的滋味 现在为何又犹豫了 卢桑脸色一沉 任谁都听出 博云军这是在拱火 博云军神色平静到 一道法体而已 若因为卫战选择退毙 心境必受牵累 从而影响以后道徒 其中利弊 你们自己体会 刘吴天和卢桑神色 明灭不定 两人哪不清楚 博云军的意图 可不得不说 博云军的话倒也没错 一旦他们今日退了 也就是承认 在大道路上 彻底输给了苏毅 以后休想再抬起头来 最可怕的是 心境还会留下阴影 以后说不准什么时候 就会成为心结 单手锤杀我 还让我体会 皮肤汗术的滋味 悄然间 正自离开的苏毅转身 忍不住叹道 博云军 你这般挑唆 无非想借力打力 自己却因心有顾虑 而不敢出头 这种做法 已落了下诚 和当年相比 如今的你 已再配不上绝世二子 言辞间 流露出一抹失望 当年的博云军 虽然是对手 但苏毅也不得不承认 对方很了不起 可现在看来 明显不一样了 博云军却并不在意 只淡淡道 你失望与否 与我何干 我的大道 也不由你来评判 而此时 刘无天猛地开口 苏毅 你可敢和我一战 言辞铿锵 质地有声 在他身上 弥漫出一股惊人的威势 眼神中 竟是如熔江燃烧的 战役和杀鸡 卢桑也一步踏出 一身气势 如山崩海啸般冲销而起 冷冷道 算我一个 场中一阵骚动 无不被两人显露出的 气势惊道 苏毅收起酒壶 一句话也没说 一步踏出 身影突兀的 就出现在流无天面前 一只手探出 如锯锤砸落 碰 流无天躯体 暴碎炸开 胆手锤煞 而苏毅身影一转 眼神末地盯上卢桑 卢桑毛骨悚然 几乎是下意识全力出手 递结出一道 微然如神山的掌印 轰在苏毅身上 碰撞声惊天动地 掌印四分五裂 光与飞溅中 苏毅立在那的身影 纹丝不动 毫发无损 给人以不可撼动之感 十四 皮肤汗术 而苏毅秀袍一挥 轰的一声 卢桑的法体 如纸壶般炸开 化作漫天灰烬消散 谈纸而已 一个被单手捶杀 一个在品尝到皮肤汗术滋味后 法体爆碎消散 一切都那般干净利索 轻松自若 仿佛杀掉的 不是两个道真境中的绝世人物 而是两只蝼蚁 其他人猝不及防 看到这一切 无不惊骇 吓得活儿差点冒出来 博云军都如遭雷击 脸色惨白 之前 他们都已在暗中见识到 苏毅击杀那些敌人的手段 正因如此 才会心存顾忌 迟迟不曾出手 可打破脑袋 博云军都没想到 如今的苏毅 竟然恐怖到了 如此匪夷所思的地步 当此刻面对苏毅 甚至让他有一种 面对道祖师 才有的渺小金具质感 苏毅转过身 看向博云军 你的大道 我或许无法评判 但却可以毁掉 你想不想试一试 第3304章 天下经 风云起 新红的雷电闪烁轰鸣 照得博云军脸庞忽明忽暗 在场还有其他同盟 可面对苏毅的目光 博云军却感觉自己 那般无助和无力 这并非错觉 而是他的心境 神魂和修为 皆遭受到一股无形的压迫 那压迫力量太过可怖 和面对圣怒的道祖一般 尤其是心境 机遇崩坏 不好 这家伙并非是要毁掉法身 而是想坏我道心 让我本尊遭受反噬的时候 彻底走火入魔 博云军何等绝世的角色 否则 也不会被儒家一脉的 始祖级势力书院 选为真传 他一瞬就猜出苏毅的意图 当即咬破舌尖 沉声道 我儒家之人 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 一字字 仿似大道之音 虚空中隐隐有圣贤 诵经声回荡 在博云军身上 更是显露出一股 灵灵如天的大事 苏毅一声轻笑 且让我看看 你如何宁为玉碎 哼 博云军心境中 末地掀起惊涛骇浪 一轮惶惶无量的大日 从天而降 要将其心境震杀熔炼 他的心魂浑身一颤 第一时间选择抵挡 可却向唐壁挡车 那一轮烈日太过恐怖 压塌他的心境防线 释放出的力量之恐怖 让他的心魂像蜡烛般 快要熔炼掉 一股说不出的恐惧 在博云军心境中滋生 他完全没想到 苏毅的心境力量 竟已经恐怖到这等地步 与之对抗 就像米粒之珠 和天上日月真灰 显得太过苍白 太过无力 我再问你 何为玉碎 猛的 苏毅再次开口 一句话 寥寥八字 轰然响彻在博云军心头 他浑身一僵 脸色惨淡 面露绝望 整个人像灵魂出窍般 呆滞在那 他的心境中 感受到一股更恐怖的威压 那是一口神秘晦涩的道剑 从那一轮烈日中映险 这一瞬 博云军彻底崩溃了 那一轮大日 已让我绝望 而如今又出现一口 远比那一轮烈日 更可怕的道剑 这让博云军哪会不清楚 在心境修为上 他和苏毅之间的差距 已大到无法想象的地步 哼 下一刻 博云军躯体轰然瓦解 像燃烧的纸张般凋零成灰烬 这句法身被毁之前 他都未曾从那种绝望和恐惧中回过神 什么玉碎 充其量就是瓦码罢了 苏毅微微摇头 在场其他人皆浑身发寒 如坠冰枯 刘无天的法身被单手垂杀 卢桑的法身因皮肤汗朔而亡 现在连博云军的法身也因为心境崩碎而毁 这一切带给在场其他人极大的震撼和冲击 苏毅拿出酒壶喝了一口 随口道 回去告诉你们各自背后宗门 接下来这段时间 我都在圆界 想杀我法身 就派一些能打的来 说吧 他扬长而去 那些修道者不禁愣在哪 都没想到 苏毅竟会放过他们 怪不得他是我们如小辈 与之相比 我们的确太不弱了 有人苦涩开口 他们都是道真敬道祖 搁在命和起源中 也是成祖路上的风云人物 可是和苏毅一比 相差太过悬殊 他为何不杀我们 有人眼神枉然 其实 每个人心中皆有答案 只是不愿承认罢了 那就是 不限 在苏毅眼中 早已是道祖为对手 根本不屑为难 他们这些小把戏 许久 这些人仓皇离开 一艘宝船 在空中飞驰 载着苏毅朝远处掠去 这艘宝船 也是他的战利品之一 乘坐宝船行走 也能利用赶路的时间 做一些别的事情 比如炼器 苏毅已凑足了炼制 一把道剑所需的神料 还有两块祖灵碎片 足够炼一把配剑 不求有多高的品阶 只要衬手就可以 毕竟 也仅仅只是在元界 用来杀敌 以后也终究带不出去 接下来就去元界第二重天 顺路可以去一个 叫小弥罗山的地方走一遭 苏毅思存时 宝船已载着它 越飞越远 很快就消失在茫茫天边 这一天 四大天狱之一的命运天狱中 青红神山 彼岸始祖及势力盘武士的扎根之地 也是其新的祖庭和山门 青红神山的一座洞府中 刘无天盘息而坐的本尊 呼地发出一声闷哼 旋即浑身狠狠抽搐起来 在他脑海中 显现出自己在元界 被苏毅单手垂杀的那一幕 每一个细节都那般清晰 更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惊剧 恐慌和绝望 以至于他的心境动荡 一身契机都变得紊乱起来 pull 下一刻 刘无天猛地咳出一口血 脸色煞白如指 一身倒横 像被戳破的皮球般 一泻千里 不好 我的心境出现裂痕 境界正在不断跌落 这样下去 非死不可 刘无天亡魂大帽 艰难起身 亮亮呛呛走出洞府 大声呼救 可当盘武士的大人物们赶来时 刘无天已瘫倒在地上 面如土色 眼神暗淡 只断断续续地说道 苏毅 苏毅他 在元界 一下子 全场震动 最终 刘无天虽然在宗族大人物的救助下没死 但也已沦为废人一个 三清官上清一脉 同样是在一座覆盖静阵的洞府中 卢桑的本尊 同样遭受到严重的反噬 和刘无天不同 在遭受反噬那一瞬 便有三清官的高人出现 第一时间出手救助 饶事如此 卢桑心境还是遭受重创 一身境界从成主之路上跌落 苏毅 我和你不共戴天 卢桑悲痛思叫 这一天 三清官的人 也从卢桑口中得知 苏毅去了元界 答案 一阵密集的钟声 在书院重新开辟的山门中响起 旋即 博云军本尊走火入魔消亡的噩耗 传遍了整个书院上下 一时间到处是悲愤之声 据说 博云军临死前 在地上刻下一行字 杀我者 苏毅 消息根本瞒不住 像风暴般传到命和起源各大天域各地 引起不知多少大势力注意 那姓苏的命官 终于冒头了 不知多少人振奋 苏毅从进入命和起源之后 就一直折服起来 没人知道其踪迹 而现在 总算有了苏毅的消息 这家伙倒是聪明 知道前往源界闯荡 不必担心被灭口 的确 以法体进入源界修行 不只能争夺机缘 进行试炼 还不必担心被人发现其本尊 称得上是一举多得 以苏毅的底蕴和手段 一旦让他在源界中崛起 其实力必会实现突飞猛进的蜕变 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许多人在分析 识破苏毅此去 源界的意图和目的 而在当天 以山岳神族 太号神族为首的天谴神族 皆对外下达命令 绝不能让苏毅在源界中崛起 派人前往源界 号令所有势力的强者一起 全力通缉此子 必须活擒苏毅的法体 哪怕只获得其法体的一缕性命本源 也能顺藤摸瓜 揪出其本尊 贴出悬赏 招告天下 无论是谁 只要能活擒苏毅的法体 夺取其一缕性命本源 便可得到五大天谴神族的重赏 一道道消息传出 在命和起源掀起轩然大波 引发无数哗然 没人想到 仅仅因为苏毅出现在源界这件事 就让五大天谴神族 第一时间摆出如此大阵势 而三清官 儒家 摩门等一批来自彼岸的始祖级道统 也在当天行动起来 所有人都预感到 那神秘特殊的源界中 将因此上演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风暴 一切都因苏毅一人而起 云蓝剑 梧桐斋 当得知消息时 黄红耀不禁悠悠一探 这家伙去了源界后 也太能折腾 一下子闹得天下皆知的地步 不过 黄红耀倒也不担心 以苏毅的心智和手段 哪怕最终其法体死在源界 对其本尊的影响 应该也不会太大 当然 这是最坏的结果 在黄红耀看来 在源界中闯荡的苏毅 既然敢闹出这么大动静 肯定也早有应对之策 森罗天狱 天故山 百里清风刚传来消息 大老爷的转世之身 去了源界 何伯一拍大腿 妙 实在是妙 源界那地方 可根本不受五大天谴神族掌控 李三生也精神一震 摩拳擦掌道 咱们也去吧 我早想去那源界看一看了 这一次还能和苏毅相见 可谓两全其美 何伯问道 你有混源钱 李三生顿时沉默了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而混源钱 则是前往源界的关键所在 没有混源钱 认你是道祖 也没机会进入源界 可在这鸟不拉屎的森罗天狱 上哪里去找混源钱 何伯思存道 晚君前辈说过 让我们莫要轻举妄动 不出意外 晚君前辈 应该也以获悉苏毅 前往源界的消息 且看他如何安排吧 李三生探道 只能如此了 而在同一天 源界当归城 有关苏毅出现的消息 也是第一时间传开 引发各路势力震动 源界本就分布着 许许多多探子 当消息传出时 这些探子 皆第一时间行动起来 很快就查出 苏毅就是那个 在云水间捕捞到一大批云水时的年轻人 如果您的电话 请不吝点赞 许多探子